这么多年了 51届了我才第一次来 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第一次来金马也是最后一次来 巩俐回北京之后 怒批金马奖业余不公正 不少人把矛头指向 今年金马评审团主席陈冲 由于两个人过去传出有心结 网友认为陈冲刻意黑掉巩俐 这样的言论让陈冲急忙跳出来澄清 首先呢我跟巩俐毫无心结 其实我一路都非常崇拜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 真的是中国演员当中最棒的之一吧 曾经说过自己和巩俐没有心结 陈冲昨晚在微博上澄清 这次三轮投票都是投给巩俐 希望大家不要再造谣 巩俐的经纪人曾靖超 今天受访时也强调 这件事和陈冲根本没关系 还说巩俐没见过陈冲 怎会为了这件事攻击他呢 他表示巩俐批评的是 金马奖的制度及国际格局 他认为一般国际影展的评审 大约7个人为和金马奖会到17个 质疑难道不是政治阴谋 而陈冲也在微博上表示 世界上任何奖项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强调这次的过程绝对透明民主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